今年漂亮而又强大的手机来了,赶紧勒紧裤腰带存钱了,今年国产手机厂家是已经封了一般的再出新产品, 而顾客也不知道是咋想的,一直没有什么动静,是想给大家伙来个一名惊人吗? 最近在网上看到很多iPhone9的模型爆料,感觉也是比较靠谱的了,应该会是大家喜欢的iPhone机型,先说下正面吧, 由于iPhoneX的刘海评一直有争议,iPhone9把遭人嫌弃的刘海评取消了,牵着这项头也是隐藏起来了, 这样看起来屏幕貌似又大力紧分,就比较符合现在的潮流而性能方面吧, 带开了苹果独有的iOS12处理器,台积电12nm,这样的工艺效率会更高, 体积变小巧了,速度也更快了,前置摄像头也是隐藏起来了, 这样看起来屏幕貌似又大力紧分,就比较符合现在的潮流而性能方面吧, 带开了苹果独有的iOS12处理器,台积电12nm,这样的工艺效率会更高, 体积变小巧了,速度也更快了,我们是停留数码科技, 每日更新手机咨询,手机评测,手机使用技巧, 手机生活那些事,喜欢就双击关注下。